郭台铭突然抛出了这个震撼弹 他发表了这个不参选的这个声明 这个内容就特别提到了 在投身选战这段期间 他看到政治人物为了私利 挑起阶级仇恨对立的民粹 他不愿意参与这场政治闹剧 也不忍心看到支持者受到霸凌 所以在再三考虑之后呢 他决定不参与联署竞选总统 所以呢再从郭台铭的声明来看 郭台铭对韩国瑜似乎心中还是有怨的 未来有可能把郭台铭换回国民党吗 我们先来听听郭台铭的声明 我将不参与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联署 二职的选举风气民粹盛行 因为个人私利与派系利益 阶级斗争撕裂台湾 我不愿意参与政治闹剧 也不忍心见到我的支持者受到霸凌 我是永远的中华民国派 在台湾需要郭台铭的时候 郭台铭永远都在 郭台铭现在就算宣布不选了 他未来如果要参选就无路可走了吗 那哪有无路可走 其实说实在话 郭台铭走的路才多 他现在不选 我站在监督看买烧链 看你链得怎么样 而且我说实在 其实他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他中秋节那天 不是要扒幼子吗 对不对 你看一副气定神弦的样子 人家讲说他就是 雨扇观金谭笑间 强乳灰飞烟灭 早就心中有定见了嘛 他昨天那个画面 我听说是9月11号就已经拍好了 你知道吗 已经传了一下蛋里 9月11号就拍了 9月16号他才播出来 你看 而且他之前前几天听说 他老婆也是跟人家 姐妹和他吃饭的时候 也是跟他们讲说 9月17号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就没有了没事了 真奇啊 对啊 所以那个听起来 他早就已经有定见了嘛 那之前为什么会有定见 其实我先讲 郭台铭他不参加联署 不选 要恭喜两个人 先恭喜韩国瑜 国民党里面定于一尊了嘛 对不对 已经没有人出来跟你竞争了 对不对 那可是他们危机 有了 国民党茶屋里面的风暴 正要开始 我跟你讲 现在是国民党的政权保卫战 你知道 国民党里面自己的权利 不是外面的政权 第二个就要恭喜蔡英文 蔡英文现在几乎可以半躺着选 对不对 半躺着 还没有钱躺下来 因为选举这种事情 每天都在变化 不知道干什么 那我要讲说 为什么韩国瑜他可以 可以很高兴 对不对 他党内为什么查误风暴 我跟你讲 之前郭台铭 说他不选对不对 不是有人出来讲说 一人退党千人入党吗 对 其实他们早就已经预算好 现在郭台铭 如果没算他差 那个 韩国瑜现在PK 看起来这个数字已经不大好 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韩国瑜管不住他那个嘴巴 你不知道还要失分多少 那个时候千人入党 就是要叫什么 韩粉赶快入党 国瑜党趁这个机会 赶快入侵国民党 赶快取代国民党嘛 哇 对不对 你总统择不住回头 韩粉回头择国民党党主席 所以吴敦毅现在插在等 对不对 你吴敦毅不是千方百计 跟人家讲说 什么总统不用接任党主席 问题是我选不上总统的时候 我就可以选党主席啦 现在吴敦毅要拿什么 跟人家PK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他觉得 觉得说 韩国瑜要选党主席 要抓这个党主席的位置 为什么抓那么老 其实抓得老是因为 后面那只手啊 大家都知道啊 旺旺啊 对不对 那干什么 他就趁机就举行国共论坛嘛 国共论坛起来说 蔡旺旺的影响率多大 他去大陆也要走路 是不是可以这样横着走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多一连串的下去 所以你以为三十三十一个大佬 那天停 登了那篇广告说 停郭台銘叫郭台銘不要退党 他们希望说把你留下来 我们之后可以在党里面 可以PK国瑜党嘛 对不对 不然你叫31个大佬千岁爷 对不对 原来是这个韩裔哦 他如果没有出生的话 那我说这些王爷千岁 所以我找他15个人要他拜 对不对 连廟在作丘 也不知道担他去 所以他们有危机嘛 所以说郭台銘 郭台銘你不要走啊 对不对 我们留下来 共同为国民党努力啊 对不对 否则以后真的没有人拜怎么办 所以就跟你讲说 国民党的分裂 茶屋里面的风暴正要开始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郭台銘分 不走 你说郭台銘不选 不选的话 难道他没有后续动作吗 其实为什么郭台銘不选 我们之前我听到的消息是说 因为郭跟韩的民调差距 一直没有把有效的拉开了 所以他出来的时候 你这样撞下去之后 如果苏联两个人都苏联 他要去背负这个责任啊 他是在帮韩国瑜 吴敦毅作假嘛 对不对 我变成替死鬼 我有什么要进去 那另外一个是说 他找的副手 他虽然有砍到好几个副手 人选的话 阵营里面他们是谈谈谈谈谈 之后都发现说 这些人没有给他大家分啊 你没有加分很大的 没有很形式 是让你的形式起来的话 那你没有用嘛 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个因素 他一直在挣扎 你知道他一直在挣扎 后来因为家里家里面 包括郭守正 曾兴李还有他的母亲 全部都反对他出来选 你躺这个浑水干什么 对不对 郭守正也反对啊 你从你从那个郭台铭的个性 我之前常讲说 他是胡语胡语胡 老虎的话盯着猎物的话 他没有一级重地的话 他根本就不会有行动吧 那胡语的话他整个盘算要盘算好啊 不然你不盘算好的话 他在抓鸡的话 他怎么偷得到鸡 所以就跟你讲说 郭台铭他的个性 他就是大老板的个性 他怎么可能去躺这个浑水 那你现在我不躺这个浑水啦 对不对 我现在看到高山 骑官庄看买你拖啊 你尽量拖啊 他拖了之后 他挣这个机会呢 我们讲说他现在有逆袭 有刺客军团 有没有 对 你看那个蔡静宇是桃源八德 他就是对了陈学胜嘛 那个什么郭星宇 郭星宇以前是谁 郭星宇以前是徐忠雄 台中市副市长的那个助理 主任 所以他今天出白选的话 他有没有基本盘 当然有嘛 他对上是省智慧 那新北市的土城跟三峡是谁 李静颖 本来是说卢嘉诚 要自己撞出来算 后来说好 现在李静颖 就李嘉靖的儿子 你要出来想派你拖啊 那他不一定会赢 对不对 他遇上林金姐 可是我角局总够吧 对 扯后腿总可以 对啊 他现在就是在吓你说 好 你要不要这73个立委 选区立委 你要不要来跟我郭台铭 私底下来合作 不合作的话 我就派赤克下去了 对不对 或者是明显的恐吓 或干什么 不管了 反正这个个人解读不一样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郭台铭他哪有可能 他应该没事 他说没办法就没办法 我跟你说 你国民党才能处在等 我说真的 你今天韩国瑜立法 立法委员选举的话 如果是全盘都输掉了好了 对 我跟你讲 那时候连韩国瑜要回 国民党要去选 党主席的话 那个力道都弱了 所以他这一招很厉害 他说保卫国民党 也毁掉韩国瑜 不是说毁掉韩国瑜 这太严重了 政治当然有绝对的现实考验 这个其实是最主要原因 如果今天郭台铭 他能够有很高的当选几率 我想他更需要参选 如果你的理想要实现的话 你只有当选才能才有机会 所以他到底能不能当选 以及当选的机会高不高 这个绝对是第一个要考虑的 你如果当选了 做一个总统 你很多事情都可以弥补 都可以来处理 那当然我刚听几位来宾讲起来的话 那郭台铭离参选是非常接近 比如说他也找了青年军 对 他也找了很多的美女兵团 他甚至有很多人都已经挑好选区 要下去选立委 刚才有听到我们一位来宾提到的 赵绍康甚至说 他要把手边的工作告一个阶段 他准备下去帮忙郭台铭 基本上如果你一直都要选不选的 可能不会有这些 这些人不会再这样跑来跑去 是啊 那媒体圈以及政治圈的高度的关注 那现在原来发现是一场误会 我不知道郭董现在心情如何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法 大家忙来忙去 原来你不选 但他不选对政治还是带来强大的冲击 我之前说郭台铭如果选 国民党不必悲伤 民进党不能高兴 对 因为在民调上其实是相反的 国民党是有政治的现实和情感上的矛盾 因为郭台铭选 反而蔡英文领先韩国瑜的就缩小了 有很多票是跑到郭台铭身上去 但情感上 国民党一定会认为郭台铭是他们的人 所以郭粉是他们的票 不是这样子 在很多民调上清楚的显示出来 如果郭台铭不选 反而投郭的票大部分会回到蔡英文的身上 现在选举大概都定案了 主要就是蓝绿的对决 对 你们这么乐观吗 我认为蓝绿对决 蔡英文的当选拘率高 比三喀都还要高 我们不要说百分之百当选 那绝对比三喀都高 因为三喀都会有气宝的现象 你不是民进党说小英要选第一名而已 你还要不时回头看看谁选第三 谁可能会被放弃 据说连国民党内部都开始有人开始想 看到郭台铭不选 这下次我们反而更不好选了 当然对韩国瑜的话 他有一点恐怕他要面对到 因为昨天的两大报 突然间不约而统社论都写好了 韩国瑜如果选书 罪人就是郭台铭 但是韩国瑜如果败选 他没有借口 因为郭台铭没选 可是郭台铭拍了两支 影片我们大家也在问 他那个时候内心到底是有多么的挣扎 然后到最后他决定不选了 是不是其实他心里 还是不想去当国民党的这一个罪人 你怎么看 而且这个消息人士讲了 说郭台铭有来自于国民党很大的压力 可是郭伴不是有讲吗 他不会再眷恋国民党了 那现在这个情况 他已经不选了之后 你怎么看郭台铭最终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然后接下来他是不是还是会在针对韩国瑜 包括他的整个国民党这个立委选军 做他最后的反击 先讲 那个郭台铭是退出总统大选 但是没有退出政坛 他没有退出政治的第一个 先确立 也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 郭台铭有两个优点 一个他有钱 政治你需要资源 不管你要做政策研究 或者你要把政治当做一个 你要改变中华民国的任何个政治上的事情 你要有钱去推动他 因为这就变成一样运动 第二个你要有时间投入 郭台铭现在刚好有 就是鸿海基本上交棒了 他没有 能够占他的时间就不像过去了 好那你回过来再看 那他会是怎么样 刚才许婷已经讲很清楚了 他欠磕屁一份嘛 会还的啦 大概这个就很清楚了 怎么缺人是怎么还不知道 反正不会缺席 那他跟国民党是什么关系 基于与人为善 我们就用一个谈恋爱做比喻 从成为国民党的荣誉党员 然后领到党政 然后一直到参加初选 到初选结束到退党 这大概149天吧 刚好是郭台铭的一场政治初恋 这是他的第一次 他真的是第一次 虽然他是商场的枭雄 以前我们在形容 然后红海什么 只要被红海看上的产业 所到之处 血流成河 因为他一定先拼低价 拼市占率 等到所有的竞争对手 撑不住这个市场的时候 市场就为红海独尊 红海的子公司独尊 红海决定价格 然后整合上下游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会失败也会成功 可是呢 因为规模够大 时间是站在红海的 所以红海 你在看他整个崛起过程 基本上 财力跟时间换来的 他可以失败 但是他不会一直失败 只有少数认赔 就离开 这是红海的经验 所以郭台铭 才被人家用胡跟虎 来形容他 那你回来看他这场政治初恋 他当然不是莫名其妙跳下来了 当然是很多人要他进来的 那个时候的算盘是什么 韩国瑜守高雄 郭台铭选总统 对 这是绝佳的搭配 可是千算万算 没想到韩国瑜真的想选总统 所以一切都变了嘛 当初邀他 鼓励他回到国民党的选举的人 31个签名的那个名单里面没有嘛 很多啦 可是有一件事很确定 因为这是一个政治初恋 他跟国民党的感情是什么 他原本 以他年纪六七十的这个来讲 警察是 警察的小孩子 一辈子是党国栽培的 对他来讲 什么叫党国 有中国 有中国国民党才有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因为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下 才能够维持生存 这是他对中国国民党的这个叫感情 但是呢 因为误会了 所以他进来了 后来因为了解了 因为在里面走这149天又了解了 所以就因为了解而分开 那没想到是一件事情 分开以后 那些爱情的骗子 不是啊 旁边的伯伯妈妈 隔壁邻居的王二马子 不然间落井下石 有四个字 一定印象深刻 我刚才讲有一部韩剧 很有名叫寄生上流 有四个字叫什么 寄生蓝营五个月 寄生蓝营五个月 正常人听到人心中作何感想 所以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用政治出列 然后讲他因误会而加入国民党 因了解而分开 一直讲到 用寄生蓝营这四个字 退党声明 你再回去看一下 对他那一刻来讲 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这件事情 是已经分开了 我讲加入国民党的时候对他来讲 党国是一体的 这首先是他感情的部分 认同的部分 退党之后这两天就分开了 你再回来看退选的时候 他一直在强调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派 对他来讲就是 国在党的前面 至于里面讲到什么 私人恩怨阶级 斗争仇恶对立 民粹的问题 我就不用再挑拨离间 这个大家看都知道在讲谁啊 我就不用再挑拨离间 谁该去处理 从7月15 8月1号 到退党 谁讲过什么话 这不难啊 那讲过的 也有朋友吗 我可以道歉 你道歉有用吗 对 你道歉有用吗 我没有均线那么乐观 你回去看今天的郭粉社团里面的留言 有一些说他会回去支持韩国瑜 也有人留言说他会支持蔡英文 更多的留言是什么 那个情绪 我不知道该投谁 或者他告诉你 1月11号去郊游 对 还有人说我全家没有一张票会投给韩国瑜 这个也很明显 对 好 那韩国瑜怎么办 韩国瑜怎么办 也就是说 这也就回到我们在这场选举里面 常常在谈的一件事情 韩国瑜 韩粉闯的祸常常要韩国瑜负责 那韩国瑜就觉得自己很委屈 可是回过头来 韩粉也不就是因为韩国瑜才变成这个样子吗 那到底你是个领导者还是一个被领导者 我常常讲就是说 韩国瑜现在的样子告诉你 你可以想像他如果当了中华民国总统怎么办 怎么办 你要说我黑他见风擦枪都可以 可是很实际的问题是 你现在面对郭台瑜的时候你怎么办 对 我现在讲郭台瑜对他来讲 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已经是分开了 国家政党个人分得很清楚 那郭台瑜在未来的选举里面 能不能扮演积极的角色我不敢讲 可是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郭粉不会就此散掉 不会 但是他能够扮演到多大的比例 多大的比重 他的杠杆能够有多少 这个我也不敢说 把官员捧得很高 你只知道说最后的那个决定里面 他有没有副手人选 有 这个副手人选是不是国民党籍 是 他有过选举经验是一个难的 那他有没有想到找过 比这样子一个人选更好的人 有 他的副手人选能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 还可以 甚至我不敢讲我讲的一定是对的 因为毕竟没有直接都是间接 我甚至听到副手人选是希望他不要投入这样的选举 本来他们的想法是 就有一批 希望他留在国民党里面改造国民党 这国民党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三十一人的连署 本来是要劝劝他的 就是我不想到那个劝变成是退党 所以既然退了也就没什么要讲 因为观念已经改了感情状况也改了 至于说到底会对韩国比较好 还是对蔡英文比较好 现在讲的言之过早 因为选举 你说PK单纯也单纯 但是选举也还有一百多天 一百出头天很快 下个礼拜的这个时候大概就不到一百天了 一百天之间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最夸张的是国民党 在郭台铭宣布不选之后 换了一张脸啊 好我们来看 其实郭台铭自己有没有问题 郭台铭当然也有问题 4月17号想当初国民党 为了让你可以拼初选 也搬了一张荣誉状给你 帮你改了这个规则 后来郭台铭自己坦白讲 初选你就是输了嘛 然后8月23号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呢 郭柯王呢 这个首次同框 然后就等于对外界宣告 我们就是结盟了 后来呢 这个9月12号呢 因为31大佬发了这个声明 所以后来 所以后来呢 这个郭台铭呢就 伤心的宣布 退出了中国国民党 这个时候呢 国民党怎么讲 你要选就选 何必去演出这场戏啊 然后主发会主委李哲华则说 党哪一点对不起你啊 我们又不是蔡次长 让你想来就来说走就走 党机会主委 卫平正说 嘿你不是退党啊 党就对你没办法了 我告诉你我们方法多得很啊 好那我们来看 等到9月16号呢 昨天发表了 这个不参与总统大选的 这个声明之后呢 我们看到了 韩国瑜的态度是不是也变了 韩国瑜说 从声明可以看得出来 郭台铭真的受了很多委屈啊 所以呢 我们要尽快的安排时间 来跟郭台铭见面才对 那国民党则说呢 我们深刻感受到郭台铭 国际及企业家的高度 与气度啊 也坚信郭台铭会在关键时刻 做出最佳 而且有力的这个抉择 那文传会的这个代理主委 陈美华则说 郭台铭如果不选 就没有违反党内的规定哦 目前呢 就没有党继处分这件事情 意思就是 这个不会处分这个郭台铭 那郭台铭就会留下来吗 好 那蔡办呢 就是蔡英文办公室则说呢 对郭台铭的选择表示尊重 也欢迎他未来持续 对政府提出各项的这个建议 那管长陈志涵则是大骂说 郭董你被国民党完了 被国民党给骗了 好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各方的说法 我们对于退党有一定的程序 不是说你退党了 我们国民党就对你完全没有办法 既然他已经选择自己的路 那尤其他之前又承诺了一些话 那叫我们现在应该对他唱 算什么男人 他讲很清楚 如果你在那边做了一些发誓 然后你又没有兑现的话 你出去会被车撞死 从郭台铭董事长的声明 也可以感觉得到 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所以在这里也要向他质疑 那么也希望能够尽快安排时间 来拜访郭台铭董事长 国民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团结的政党 这个所以很多人来来去去 然后你来来去去的人 很多我上次在节目上有讲过 但是你说他已经退党了 他也没有党籍了 那你没有党籍处分 你要把他开杂吗 还是要把他开除党籍 那已经没有意义 其实对郭台铭来说 他已经没有意义 他这个时候不可能反悔 说我再加入国民党 这是不可能的 那另外就是说 讲到国民党不是个团结的政党 你知道吗 就是刚刚学伟讲的一点 我觉得很正常 就是说一人退党千人入党 那当然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的韩粉 都是国民党员 都是有投选举党主席资历的人 那如果今天韩国瑜如果当选 他当然会去抢那个党主席 以他的绅士 虽然你党章改了说 这个总统不是必然兼党主席 可是他可以参选 那现有的人像吴敦毅 他们根本选不过他 那如果他今天没选上 他也是可以参选 然后吴敦毅看来也选不过他 因为如果他落选的话 吴敦毅当然要负政治责任 所以吴敦毅根本不可能选得过他 还有什么像上次是第一轮就过半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认为 他是最大公约数 现在那个公约数已经不存在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昨天就讲到一个就是说 你知道有一个名嘴 其实一个了解两岸问题的名嘴 最后这个就是说 感受到这个国际级企业家的高度 与气度blablabla这样子 好如果我今天是民进党的话 他就提着说APAC的代表 张忠摩连级已经大了 如果蔡英文今天会问他 征求他的政见的话 你就派他去当APAC代表不就解决了吗 国际级的企业家 他可以跟全球的这些 亚太这些领袖 互相互动 他是最佳人选 那样的话也是他最好的角色 所以你说那样的做法的话 那国民党要选真的很难 那民进党他现在有执政主场优势 他有很多招式可以丢出来 所以你今天就算你骂了他 今天转回来这个好像想要留他 你知道我曾经讲过 郭台铭过去45年就创业的过程中间 他就不是国民党员 他跟国民党其实没有那么深的感情 那这一趟又像他自己讲的好像被 被那个那个什么管长说的被玩了一趟以后 他根本不可能再回去嘛 那你就算说韩国瑜今天要去看他 去拜访他请义之类的 连马英九他们要见他 吴丁要见他都很困难 我看这个时候大概有有一点困难 所以所以你说原来骂他 这些人只是自己猪八戒而已 那现在这个国民党更妙了 郭台铭不选就没有违反党内的规定了 所以意思就是郭台铭还可以回来 他是我们国民党党员吗 问题是郭台铭还有可能回来吗 你看整个国民党这个脸好像在看川剧一样 变脸变得比快的 而且一日数变你知道吗 对啊 连那个诅咒坏话什么东西都出来 你看你说现在怎么去修补这个东西 不过我只要讲说韩粉说害翻 我刚才韩粉切的盘不知道要吸我 你在害翻那害翻什么 我就跟你说韩国瑜现在 郭台铭不出来选的话 你韩国瑜还要继续被检释呢 我们之前是很多人准备资料检释郭台铭 对不对 你现在不能跟你玩啊 你要检释谁 继续检释韩国瑜嘛 那你韩国瑜现在接下来还会再失言嘛 你嘴巴管得住嘛 我也不知道啊对不对 对 那又加上你们这些韩粉 偏偏在那边搞那些有的没有 像之前你说韩国瑜说从生命中 看出郭瑜受了很多委屈的 对 你每次都嘴巴讲 那你当初在宣布参选的时候 在初选结束之后 你就没去把郭台铭秀秀啊对不对 你现在讲这个有什么意思啦 他说现在郭台铭不选了 真是个值得尊敬的人 那之前他出来选的话 不就不值得尊敬嘛 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整个剧 整个国民党演穿剧一样 真的是受不了 好啦那你现在你韩国瑜要怎么样做出来 我之前一直喊他一直呼唤他 跟他讲说你要郭台铭 你要他留在党内 你要跟他合作的话 你要去三顾茅庐 你要去他家门口等 对不对 你去他家门口等他的SNG车 每天给你占了对不对 你看韩国瑜至今还在郭董他家 求见郭董这样 那个才叫成毅嘛 那你现在都已经搞人这样 你说他还有很多委屈 他受委屈又不是第一天 初选的时候 就被你们国民党完成这样 那你现在叫他进来 再跟你玩一次 当然也不厉害了对不对 他现在多爽啊 你看我刚才就讲说 你看他那天扒柚子的样子 七十岁的人手都不会抖 那扒柚子扒得这么好 表示他气定神弦 他就很爽 他没压力嘛对不对 不选的最大 对啊 而且我就跟你讲说韩国瑜说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对不对 你那时候你看到马英九被虚的时候 虚成这样 你就约束不了韩国瑜 我就一直在觉得这个问题 刚才东海谁也提出来 韩粉啦 你到底可以约束也不行 对不对 这些东西你看马英九虚完 你要再去跟人家 我跟你讲那天像马英九那个 他虽然在那边跟你致辞 有没有 对 到最后不是他出来台商联谊茶会那个 我跟你讲 你说和解了没有 我跟你讲 这都不要骗 今天讲什么都没有用 身体最老实 对不对 马英九就不能跟你握手 讲完之后转头就下去了 对不对 你韩国瑜整个遥望他这样 生生呼唤 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还是这句话 对不对 你看连郭伴都传出来说 看到那个画面 对郭台铭多不舍啊 对不对 然后对照韩国瑜 你给人家霸王硬上工 硬要去强暴人家 那个感觉不一样 你要讲清楚强暴 那个字 暴住的暴 强力暴 对 强力暴住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看现在陈美华又在讲说 郭富贤就没有违反党内规定 没有党纪处分 人家就已经证书退回去 让你不快插你了 你现在没什么事 你国民党现在看起来 是被郭台铭开除的 不是你要开除郭台铭 你要搞清楚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整个 整个过程这样看出来 那国民党根本是 从头到尾就是一出闹剧 国民党青年金居然叫郭台铭 你还要拿出诚意来 让我们看一看 你要怎么挺韩国瑜啊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 还敢这样开这种口 其实是有点丢脸 说句良心话 郭台铭今天会弃选 就是说放弃参选 一定是真的是内心 真的是感到那种很深沉的痛 举例来说 第一个就是说 你知道吗 我说他是经济上 或者国际企业上的强人 但他在政坛上真的是个素人 然后实在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可是他今天已经落成这样 退党了 然后也这么党政 荣誉党政也还给你了 对啊 你怎么好意思叫他 再出钱助选 他会出钱帮助一些人要去参选 但是绝对不是帮国民党去助选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可以确定 还是要问一下佩芬姐 佩芬姐要被告了 你怎么看了 这个坦白讲 在这个郭台铭不选之后 韩国瑜接下来的危机是什么 李嘉芬会不会是他的危机之一 李嘉芬到底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刚刚这个习星有讲 就是说 韩国瑜他没有办法去约束所有的韩粉 那有没有办法约束李嘉芬 所以你怎么看 李嘉芬现在大动作的 对你们提告 那现在我们看不到说他告你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想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有谈过韩国瑜夫妇 其中我的言论有包有贬 这个是事实 那当然也有错误 比如说我上一个礼拜有讲 他的民政局长曹桓荣 我说他是护卫队 那结果后来朋友告诉我说他不是护卫队 他是云宁抖六 国泰世华抖六分行的经理 因为业务上的关系认识韩家夫妇 那选举的时候 你知道他开车接送他们两夫妇 然后随时在这个韩国瑜身边 你都可以看到他的声音 所以韩国瑜当选第一 就开始就发表他当民政局长 那另外那个副卫队长叫做什么黄永钦 是不是就来去做这个客委会主委 那当然媒体上也有报导过 说他并没有这个客委会的这个经历 所以才会有一些意见 那当然中间有一些错误 但是有一些我确实是有抱有扁 我有称赞过韩国瑜 他是最强的战将 但是我也有批评说他的一些 你知道讲话言行举止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他们把所有的批评都变成指责 都不能够批评提醒 对但是当然就说 因为他前面还加了说 我是资深的国民党员 他不能理解 作为一个国民党员 你为什么要指责他 那当然事实上我也指责 我也捧过李嘉芬 但是我有批评过他 但是你说我说他会理财 经营事业 他本来就是啊 他真的很会理财 然后也经营事业经营的不错 这个不能否认 但是你说他原来那个表现 像不像一个称职的第一夫人也像 但是后来那些表现 让人家失望也是事实 所以褒贬通常加在一起 只是我想他认为说 你既然是资深国民党员 你就不应该去指责他们 我想理论是这样 那如果你说那个是抹黑 看你的定义是什么 所以你知道我做那么多的媒体经验 从来没有被人家告过 所以朋友看到以后 第一个电话打给我说 没关系我们会帮你请律师 不要担心 那你怎么 所以我想他开始 而且他声明说他这是第一波 后面还要接二连三的告 换句话就是说他面对未来的选举 可能就说你们只要是讲我的 我一定通通提告 第一个当然有嚇阻作用 第二个杀鸡警候也说不定 然后事实上你说 会不会约束到其他的人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根本不在乎 因为你怎么定义 尤其是在媒体上讲话 就说你是不是有根据 你比如说我有曾经讲过 有朋友说 评论他们 比如说吴淑貞爱权 但是李嘉芬爱权也爱权 所谓他们说他爱权的原因是 因为他有很多的亲信闺蜜 都在韩国瑜的政府里面担任公职 像这种就是你事实上影响到 你的权力已经影响到政治 作为一个夫人其实是不好的 你看国民党人的这个态度 包括了韩国瑜 之前把你骂了一顿之后呢 然后告诉你说 哦 郭董受好多委屈哦 然后呢 这个马英九被虚下台之后呢 你韩国瑜也没有什么表示 现在才说呢 要爱与包容 现在应该是马英九 对你们爱与包容吗 有没有搞错 而且呢 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 今天那个中国流亡作家 袁洪斌呢 他有特别讲说 他收到从中国来的消息 到11月的时候 真的有可能 国民党发生换出2.0的情况 那你呢 也讲说 郭台铭其实没有把话说死了 如果国民党面临三书情况的话 到时候郭台铭就有机会出头 是这样吗 你说郭台铭 参选不可怕 不选才恐怖啊 我们都知道 韩国瑜真正最大的助力 来自于特定的媒体 对 而特定的媒体 又当然跟 对岸的关系 也某种程度的连结 臣也萧何 败也萧何 臣也这个媒体 败也可能这个媒体 当这个媒体 接收到的信息是告诉你 中美贸易大战 习近平交头烂耳 反送中 香港事件 习近平头昏眼花 如果台湾 本来稳赢的局 原本人尽皆知 是一对一出选 不管是郭台铭 不管是朱立伦 甚至落选高雄市长的韩国瑜 都可以击败蔡英文 我们说的很坦白 因为蔡英文执政 当然不好 蔡英文执政好不好 一个指标就看得出来 他的行政院长 赖清德跟他党内初选 就代表你执政很烂 可是为什么他今天可以痛载韩国瑜 原因你推出了一个让人家啼笑皆非啊 他不是差或是好的问题 他是一个让你啼笑皆非的候选人啊 他是一个让泱泱大党国民党 自己那些资深党员 讲到韩国瑜都某种程度 有点羞于其耻 在这种情况之下 原本必然过半的立法院 坦白讲现在很难说 联署人数继续上升的高雄市长 原本好不容易二十年执政的民进党 转为国民党 这是天大的一个战将韩国瑜 结果你自己把自己的战将的战绩 践踏在脚底下之后 让自己在国民党这场稳赢的总统 结果分崩离析 如果韩国瑜的罢免 总统输掉 另外立愿不过半 你说今天他最大的助力 那家媒体会不会得到一种信息 告诉你 你是不是不是要换你 换不可能自动请辞 反而保住你的高雄市 我再一次强调 因为我亲身经历过 民国八十七年 当时陈水扁如日中天 国民党无人敢轻音其风 最后在党内初选 要征召胡志强 要征召丁守忠 要征召谁 张孝岩 到最后没人敢出来 过了 已经党内初选过期了 最后 由当时一个台北市议员叫张灵 带着六位老兵 号称六壮士 到马银九家下跪 请他出来 这是二十一年前发生的事情 最后国民党破例用征召 根本没有参加初选的 马银九是连初选都没参加 结果当年以八万票的差距 击败了 当时如日中天的陈水扁 他是用征召 今天郭台铭 当然把党籍交回去了 但是他比马银九还强一点 他参加过初选 他是第二名 马银九在民国八十七年是连初选都没参加 而且初选已经截止过后 所以同志跟敌人永远不要分得那么清楚 今天是你的敌人 明天可能就是你的同志 今天是你的同志 或许未来就是你的敌人 就像我们看一看 那联署的三十一位大佬里面 过去有多少曾经是紧密的同志 后来变得翻脸相像的仇人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三杀的情况 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韩国瑜不是被换掉 而是某种程度接受到一种暗示 以其让国民党走向不可预知的深渊 你自己就像当年的江孝岩 当年的胡志强 当年的丁守宗 我们自动退出 让连参加初选都没有的马银九地捕上来 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谁知道或许只有百分之一 或许只有千分之一 或许只有万分之一 但郭台铭的那个参选声明 是留了一个小洞 那就是我放弃参选的是 2020的联署参选总统 各位记得还有两个月 政党如果推荐的话 只要你超过5% 他是11月18号开始 这两个月的时间 如果韩国瑜变成天王巨星 跟当年一样 已经跟蔡英勇打得不相上下 那郭台铭那就真正的准备四年后 但如果韩国瑜的民调是从输5% 输10%到15%到输在误差范围之内 到最后连立法委员在所谓中间地带的立法委员都发现 本来稳赢的可能都面临考验的时候 他的压力就会来自于那些为了顾自己 明年能不能在立法院继续生存的立法委员都会要求 都会拜托都会请吴敦毅出面 韩国瑜是不是效法一下 那当年的蒋孝岩当年的胡志强当年的丁守宗把位置让出来 可不可能决定权不在郭台铭在韩国瑜 你做的好不会发生 你做不好韩国瑜的韩粉继续去得罪了所有的中间选民 知识栏经济栏的时候 那这种情况发生的情形有没有可能 当然或许不高但是绝对有存在的空间 他说啊他旁边站了一个他实在不太喜欢韩国瑜 每次讲话都让大家提心吊胆 可是听得很爽 就话讲完了韩国瑜马上就出错了 又开始歧视了 他说朋友坐兰花外销非洲 我很纳闷非洲黑人家里吃饭会想要摆兰花吗 那更不要说了上周这个天下杂志 不是公布了一个这个县市长的这个民调 韩国瑜的民调掉车尾 韩国瑜说天下杂志日前公布的民调是2018年的资料 当时卢秀燕只当了七天市长 那张善政呢则是帮韩国瑜缓夹说 那是因为韩国瑜反应太快 媒体呢每次都不听他解释就断章取义 而且呢在中休节的前一天呢 晚上呢韩国瑜还开直播 这个呛罢韩的这个行动 他说啊我做了三五个月 你就开始在罢免我 这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不从我在娘胎里就开始罢免我啊 做不好当然应该罢免啊 所以我本人就在我罢免韩国瑜的罢免书上 自己签字 接受高雄市民公平的裁判 还说这些人完全以为我韩国瑜是个小闹闹 不客气的说我韩国瑜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 真的是这样吗 这样来我们看一下你看 他就讲这个歧视的言论 我这实在是很奇怪你知道 他说台商很棒 对啦他在鼓励台商 因为他刚刚碰过台商嘛 那个联谊中修联谊茶会 对中修联谊茶会 所以各式各样生意都在做 他说什么卖丝带的工作 卖丝带你真厉害呢 之前你这么玄美皇帝那个唐日荣 他就是卖丝带起家的耶 所以就跟你讲说你不要看不起卖丝带的 好 接下来这个 这个就是真的大失言 你说做兰花去非洲 非洲黑人家里吃饭会想要摆兰花 那不就说黑人都没格调 你知道黑人在台湾有很多是巨富耶 摆玫瑰花嘛 你知道 黑人像以前打篮球 麦克尔丘还是什么东西 大家都巨富你知道吗 对啊 更何况在非洲有很多是意大利 法国德国以前的移民啊 对不对 对 所以难道这些人去非洲 你说非洲黑人 黑人就不能有品味喔 对不对 我吃饭会不可以 不能送个兰花对不对 对啊 所以就觉得说这个就是 他把心里面直接讲出来 他常常就讲出来 他就觉得像之前讲鸡也是一样 他都觉得那边有很多鸡啊对不对 对 这个就是黑人他就是你也感觉黑人都 四肢都瘦不垃圾 就一个肚子很大 饿得半死那一种 所以他这个成见嘛 你常常都有一些成见 你不了解一下这个世界的那个 好啦那你说呢 思考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勇敢 是因为有服兵役 那你是不是以后当总统之后 你要恢复征兵制 对不对 那你征兵制以后是不是 那你这个会不会很多父母担心 说你如果做总统 那如果征兵制 我的孩子都 冤年后年开始要做兵 不就碎 对不对 台湾人勇敢去各地做生意 居然是因为台湾的年轻人要服兵役 这是因为他们服过兵役 年轻人服过兵役啊 所以他很勇敢啊 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想要征 恢复征兵制的感觉 那你很多父母亲家里面 如果有十几岁男生的话 那个不是票都跑光了吗 好啊接下来说台商在外 这个我说实在 我看了半天实在看不懂他在讲什么 对啊 他说2020要加强动员 全力支持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那台商跟支持立委候选人 有什么关系 他都要良家好付好 要关心一下那个 所以就是要台商来支持立委候选人 可是接下来这一句就是说 台湾很危险 台商店往上做行李 你台湾很危险干他们什么事 好啦 心系祖国好不好 就觉得心有台湾 好啦 那中华民国很危险 对不对大家支持国民党 那这个国民党后面没有讲说 就是国民党提名的韩国瑜 所以通篇看起来他的逻辑 从师代从当兵 从支持韩国瑜 就告诉你说这恐吓意味在里面 我们以前在研究一个文本的时候 有没有 就告诉你说这个文章要环环相扣啊 师代你看这跟死亡有连结 伏兵役有没有 这就是要修剪喔 所以你看恐怖连结之后就是你要支持韩国瑜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 你不要觉得他讲话 他有时候想的东西 直接讲错就是他心里面最粗的一个想法 那我讲说你看洪秀柱他现在说 旁边站一个不太喜欢的韩国瑜 他讲话都提心吊胆 可是听起来很爽 会吗 你提心吊胆还会很爽吗 你这个人的落差也很大吧 对不对 你不就常常都要去抢 抢才会开心 对不对 好啦那张善政更夸张 他讲说是因为韩国瑜 反应太快对不对 媒体断章举议 又是媒体你看 那我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去约束韩国 你反应太快 你讲话之前 你要不要先思考一下 考虑一下再把话讲出来 我讲过很多遍 在这个节目我都讲过很多遍 你真正是那去找太快 你讲出来就是表示说你心里面讲的 所以你讲了一个话出来之后 你还要用很多很多的话来圆这个事情 那你干嘛为什么不在讲话之前 你就先仔细思考 其实这阵子的韩国瑜 从他的言论里面 刚好让台湾社会可以判断出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像他碰到他被罢免这件事情 他开了直播就直接就开呛 这个在显现出他内心的世界里面 他是不安 而且他对这件事情非常在意 可是你在意没有用 你那个民调垫底 你这个这么多全国台湾 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你治理一个高雄市 你就是调查位啊 也就是说你韩国瑜在台湾 现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里面 你的施政的满意度是最差的 最差的可是你又跳出来说要竞选总统 那当然那反差会很大 那反差会很大的时候 民众就会觉得怪 就说台湾到底怎么了 怎么是中国国民党会推出一个 初选通过的人 可是他在高雄市的治理 在全国的这么多县市里面 他的政绩是排名是最后一名的 他说这去年的资料哦 所以嘛 他说不要黑他哦 声势好的时候 那胡说八道都没有关系 天下杂志就跟你讲 就是七月到八月 结果呢 他更到台中去更又是加码 结果你又把这个卢秀恩 又把他给扯进去了 你如果不到台中讲这一场的话 人家还不晓得卢秀恩 这个台中市场是倒数第二名 结果你们这个倒数第一名的 跟倒数第二名的两个 在台上这样一搭一唱 你到底要传达些什么 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在意他愤怒 可是你如果很在意的话 那你应该就好好的 把高雄市的市政把他给做起来 我记得他一直讲过的 他就说他当选的时候 你看他讲 政治零分 经济一百分 爱 包容 和平 这些大家都很清楚啊 部分党派大家都记得很清楚 哎呦这个不错哦 这个虽然看起来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突然间串起来 选上高雄市长的 这个萧雄喜的人物 看起来没有怎么样 甚至被形容成草包 可是毕竟他选赢了 大家会期待 所以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格局 这么有气度 结果你看 从他赢得中国国民党的 总统的初选以后 他荒腔走板 你看每一个场合里面 他都是在嘶吼 他都是在呐喊 他就是全部在发动攻击 发动攻击 其实也没有关系 挑战者嘛 可是重点就是说 你讲那些话 有时候让人家觉得说 你就让他看破卡手 我一直在想说 到底是谁传达给他一些 错误的讯息 你看他的人格设置 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说 你刚才讲说 他朋友在那里做烂灰 消去非洲 然后他觉得很纳闷 非洲的黑人家里会摆蓝花 这在呈现什么 他意思说 黑人就叫他散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你像今天 我的立马安的同事林静宇 就跟他讲说 人家在巴拉圭 在巴拉圭的家庭里面 因为他们巴拉圭这个国家 巴拉圭当然是南美 可是他讲的就是说 这个国家因为蓝花 自己生产值有10% 90%要靠进口 所以韩国瑜你干一个市长 你说对这些完全都不懂产业 他不晓得说蓝花在台湾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 外销我们一年就将近60亿 那所以当韩国瑜讲这些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乖 为什么非洲人不能喜欢蓝花 你说蓝花很贵吗 是啊很贵他也有市场啊 他也有有钱人啊 巴拉圭的国民首席 GDP才多少 4000多 你说南非多少 超过5000 5000美金的人 搞不好有钱人 有钱人他也有官方机构啊 你这样一般的官方机构 或者说重要的场合 宴会的时候 我看后面里面摆的旁边 都是蓝花 所以也就是说 韩国瑜为什么会讲这些 就让人会觉得说 前面人在骂你草包 我又觉得他不是草包 我觉得他蛮有趣的 东南亚移工大部分来 都是来卖银的 是 他就认为 然后非洲人家里 就不能摆蓝花 他认为东南亚来的就是鸡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所以我会觉得 他的想法里面就是这些 非洲的就是穷的 就跟东南亚来的就是鸡 来卖银的都是一样 高度 我会觉得一个总统的参选 哪怕今天 他今天除了总统参选人以外 他的身份叫做高雄市长 高雄市民一定觉得说 你没有帅的 选到这种的 常常都在出席 理论上 他选到这种 选赢了 选赢了就赢了 你就好好去施政 好了 他本来是讲的是说 他哦 选总统都是靠假日 已经破功了 他是到台北市来 那天就不是礼拜日 就不是六跟日的嘛 我当初就讲说 不可能啦 总统大选 没有人一个礼拜 只是选两天的啦 这样子做一个宣誓 到最后你会灰头土脸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民进党现在就在想 韩国瑜现在要拼总统 大卫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接下来 会不会请假三个月 为什么呢 因为要开议了 大家还记得韩国瑜 从哪里跌倒的吗 就在议会上 直询就跌倒了 所以呢 这个民进党呢 就先发制人 拒绝直询人行立牌 不准请无薪假 然后呢 这个新闻局长王浅秋呢 就被问到说 你能保证市长不请假吗 就王浅秋反问这个记者 你能保证不会离婚吗 好 那韩国瑜的北部 竞选办公室的副执行长 孙大勋也说 韩国瑜没有必要 把话这个说死 请不请假以后再说 好那韩市长呢 为什么民进党这么担心啊 他到底会不会请假 不来被备巡呢 因为呢韩国瑜 现在开始被接受检验了 之前他高喊的 或出巨人进来 新新闻的最新报道 韩国瑜的这个农产外销订单 之前不签了很多MOU吗 现在执行率居然低于7% 执行率这么的差 所以是不是为了转移焦点 我们来看到呢 国民党呢 就在脸书上呢 这个痛批这个蔡英文失言 然后把蔡英文的讲的话呢 这个罗列出来啊 说呢竹帆不及被载啊 来看看蔡英文的失言录啊 结果呢网友大笑 网友笑什么呢 凤凰走了来了一堆鸡 还有TNND 这才叫失言吧 还有非洲人不用兰花是怎么回事 韩国瑜的失言才竹帆不及被载呢 请问贵党怎么支援期说 更有网友说 跟贵党的韩总相比 蔡总统的失言率还太低了呢 但是呢韩国瑜接下来呢 不止呢是 现在要这个市政怎么拼 还有呢这个造势 他这个周六呢 要跨两个县市造势 上午呢到台中 但是仔细的行程 还没有规划出来 下午确定是到屏东 要直攻民进党的大本营啊 令人士又说呢 韩国瑜在屏东 完全没市场啊 所以没在怕的 那有网友子在笑 高雄都还没有发大财呢 不要来骗屏东啦 可是不能否认 屏东有韩粉 现在这套腰包挂韩国瑜的看板 而且呢还很豪气的说 看板的数量无上限啊 可是呢我们还是来这个听一下啊 韩国瑜这段期间接下来 到底是要拼市政呢 还是要请假拼选举呢 韩国瑜市长也请假 落好议会的话 那么高雄市议会 我们是拒绝面对 韩国瑜的人行立牌来咨询 那你保证市长一定不会行假吗 我保证 你可以保证不会离婚吗 没有 那现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请假的规划 民进党议员应该超越蓝绿 好好一起来努力打拼为高雄 而不是每天唱衰高雄 我都观察了到现在为止 还是眼中只有政党跟颜色 我相信广大的高雄市民朋友 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是不对的 好来问一下这个学伟 李嘉峰说过 就是把韩国瑜困在高雄啊 没错啊 现在看起来民进党先发制人 我就是要把你困在议会 要你好好的这个接受质询 你总要展现你的这个施政能力吧 所以你接下来看 尤其像最近这个包括了 这个登革二的疫情 大家才知道说还没有完啊 然后还有呢这个最近的这个 包括了治安方面的问题 其实韩国瑜 现在是不是在这个高雄市 已经全面失控了 我记得韩国瑜 我昨天讲过说 这个施政执行 对韩国瑜来讲 现在是左右为难 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请假 你请假之后 你马上就崩盘了 逃避啊对不对 你一个市长 怎么可以逃避施政执行 对不对 那当初89万票投你的人 怎么看待呢 那你又当了总统之后 你是不是也什么事情 你没有办法处理 就用逃避了 所以他说他请假 他也是很痛 不请假 不请假说一句话 现在是预算编列 对 这整个市政执行 是编列预算的那个执行 编列预算 好啦 你韩国瑜如果很认真的话 你熟悉度的话 这是一个表现的 表现的舞台嘛 对不对 我表示我这什么东西 要编列多少钱 我就表示说 我对市政的熟悉度非常好啊 你如果可以编列的很好 可以那个在议会 在媒体之前 坎坎而谈的话 那好像说 你高国瑜做市政有进步 对不对 所以不错 这是加分 那可是我说实在话 你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你去哪 又在高雄发大财 高雄发大财 对 他今天有惨 你一样是失分 所以我说实在话 他现在是陷入左右为难 所以就跟你讲说 他目前为止 搞不好韩国瑜自己 到底要请假 不请假 他都还没做决定 对 你记者在白白没台没钱 你拿这个去问王浅秋 算是吧 市政就还没决定 他自己都还没搞清楚 你问王浅秋 王浅秋怎么会知道 那可是我觉得 王浅秋真的也是很奇怪 你现在是表现那种 不耐烦的态度 用那种情绪性的发言 人家离不离婚 我纯粹去强调说 市长请不请假 这是公共议题 公共领域的问题 对 人家离不离婚 这是私领域的玩家 你拿这个人家问 回答人家这种问题的话 这不是情绪性反应吗 不过我刚才有觉得说 刚才王浅秋提到说 那个郭台铭退选之后 26%现在大家在争夺 对不对 可是我是跟你讲说 大家动作要快 你脚手要劲 你脚在那里 对不对 脚踢开就是脚看到 不急去扣 要把那些票拉出来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 跟他的团队 我真的很像是恐龙一样 刚才定义委员讲到说 那天郭台铭11点丟出来说 我不写了 对 他竟然那个晚上竟然 回应导写不出来 你看 对不对 吐吐吐吐 吐到后面干脆说 不写了明天问 问什么净半或韩半 我就跟你讲说 这一只团队 好像恐龙反应很慢 为什么说恐龙 恐龙的因为很大隻 神经传导很慢 他的手脚如果被人家砍了一下 或者是脚踩到石头之后 他很久以后才喊 好痛这样 你韩国瑜的船队不是跟这一样吗 动作很慢 对于这种 这种事情都要慢好几拍 对不对 你动作要做出来吗 刚才这些 建局履籍 大家来说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好啦 那我想说最近 除了这个 这个市政 总执行 你到底要不要 请假的问题 最近高雄发生很多大事 你知道那个年千亿吗 今天那个这么什么 直播主啊 直播主很红的那个 卖直升机啊 什么游艇的 他今年四月的时候才在 新北市跟台北 搞那么大事情 对不对 竟然叫人三重的角度去 去冲什么 去吃什么 后来搞的那个问题很大 那他现在从台北新北市这边 那时候台北市警方动作很快 传换很多人 新北市警方行大 马上抓了很多人来问 那这个人跑到高雄市的时候 高雄市警方有没有处理 你有防范未然吗 闹了三天 还处理不了 第一天还可以说意外 三天 三天 不是我就跟你讲说 你不能够因为说 快打部队到现场处理 这哪是快打部队 连千亿是竹联邦背景的 对 他是有帮派背景的 而且他这样七搞八搞的时候 二十几个人开车在那边冲撞 甚至后来还开枪了 枪击案 我以前讲过好几十遍 你只要今天警察 他闻到听到枪声的话 大家神经都竖起来 哦快点 竖枪击笑过来啊 为什么这次高雄市警察局这么慢 那高雄市警察局 谁在管的 你韩国瑜不要说 高雄市警察局归警政署管 对不对 他现在是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是你辖下的一个单位 一个科室 对不对 你处理的时候 昨天人家问韩国瑜 他也是 又像恐龙一样 你看 没有反应 好啦他今天有补救了 他说要是再不处理的话 他还点名前政分局长 跟高雄市警察局长 再不好好处理他换人 可是你现在讲有用吗 对啊 记者在第一时间去问 居然快散走人 不重要的事情快散走人 黄明昭都已经下去高雄坐镇了 对不对 对 那都过来的事了 你到现在都还不处理 对不对 你高雄市市长 市民已经遭受到这么大的威胁 跟那个恐惧 对不对 穿下路的地方死去乱丹 你市长可以视而不见吗 难道你的市政府团队里面 都没有人告诉你说 这个治安问题很严重吗 对不对 这是让你失分的 所以就跟你讲说真的是 整个团队跟恐龙一样 而且一个这个在听下杂志 市政满意度最低的这个市长 现在要去挑战市政满意度 最高的这个屏东市 要去那边造势啊 这个到底是 你要说他去送死呢 还是说很勇敢啊 但是我问一下这个定语啦 你怎么看这个连千亿的这个事情 坦白讲对高雄市民来讲 这个当然很严重 而且 让人无法想象的是韩国瑜的态度 你昨天在被媒体问到的时候 你居然连震怒的态度 你都不知道要表示 他搞不好还不知道什么事情 跟反送中要我还不清楚吗 你今天才说要换 把这个什么市警局长换掉 来得及吗 而且怎么会拖到三天 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连千亿之乱啊 第一个我们不用去把这个捧得太高 这个事情就是有一群人呛另外一群人 对 没错 然后呢 来的车人一二十个 有固定的地点 撞来撞去 打来打去 还把一个宠物店开枪 那有一个客人出来劝阻 还被捅了一刀 然后第二天又弄来弄去 第一天偶发 他我觉得 首长不清楚 我觉得正常 那个是治安首长要处理的 第二天 第三天 我都怀疑他今天说震怒说 没有处理好分局长要换 是因为 陈宗燕内政部长 这看来不是办法 他要下去处理 然后呢 明天许广内政部长下去处理 这个时候如果他再不出声 就没看 我只加起会一个心情 该讲我们家外面有这个事情 你自己可以躲在家里面 你的女儿下课要经过那条路 你怎么办 嗯 对啊 躲在附近的 你的孩子 晚上要从那边回家 你怎么办 这没有党派的问题啊 每一个人 自己都有亲人 你晚上你太太或者老公 要出去倒垃圾 垃圾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怕 撞到了 榴弹打到了 这选择 不知道该干什么 然后 第三天 第二天 在问市长的时候 不敢 没有回答 完全没态度 对 就当做一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状况 你有没有尽责任 我刚才讲 高雄市 是你拼命争取来的责任 对 不是困住你的地方 没人叫你算 你去选举 用了很多话术 大家都去争取这个位置 拿到了 你有没有尽责任 你今天民调低 不是因为很多事情 他民调低 真的是因为对高雄市 不尽责任 所以你先对中华民国开任何的支票 大家当然不会相信嘛 然后请假真的有差吗 没差吧 他现在媒体去跟平均十一点上班 中午中午呢还要直播国政贡团 每播一次出一次事情 然后五点半下班了 跑去造势 六日又不在 五叉吗 问鸿海 你的员工可以这样子吗 问叶元智 你的助理可以这样子吗 早就开始了 问索二的人 你可以这样子吗 这怎么会是党派的问题 所以才会让这次总统大选 那个支持度 根本是超越党派的 不是栏目的问题 有一个拼命争取到位置的人 却不善尽责任 人家要求你好好上班 哎呀 你们要把我困在高雄 这怎么说得过去 当你回到一个基本的责任的时候 地方父母官 治安当然是你第一要务 治安、经济、就业率 太多事情要处理了 大家对了事情 庸庸 你们又在黑我了 对 当你都不尽责任的时候 人家做出来的施政满意度 你一定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还说 那没那旧年 明明是今年七月份的民调 你又去怪去年 然后现在跑到屏東去造势 他要选总统 全国造势是应该的 可是当你到全国造势的时候 你怎么有那个脸皮到彰化台中说 这边又要赛车场 这边又要机场 对 你旁边的幕僚 不会把脸遮起来说 这汗颜的嘛 因为你在高雄 奔的鸡尾 迷陀的机场现在在哪里啦 你编了多少规划费 从隐聚人员 不管阿诺斯瓦 辛格 邓紫棋 所有要来高雄代言的 都假 F1赛车没有 赛马场没有 连你们高雄小场机场 本来就可以停747 搞不清楚 然后呢 每天要把冷泉加温 变温泉的 汉蓄已经走了 有个局长还跑去选立委了 然后呢 现在每天都要 要告黑寒的人啊 没什么事情 这个是一个基本责任 我一直认为 责任的旅行 的付诸实行 那没冬牌的问题 所以连千亿现象 只是很多不满的一个破口 我去 我有后来跑去广德加 那个 那个香蕉的尖比的地方去看 我问邻居 我没有找到广德加的人 邻居说 那几天很陌的啦 就一直叫警官来开门 一直叫警官 就因为他那边 让人家放了罢韩的连署书 不够处租不够租义 你那个处理 问你 你都喝啊 那个黑寒的干什么的 这种社会治安案件 一问三不知 走在给人留 所以我跟你说 回到一个基本的心情 我们都是人 不管你担任什么职务 都是人 我自己的孩子 如果补习回来 我知道外面乡口 这个事情的话 我当然会担心 我当然会想看电视 说我市长打算怎么办 议员当然想执询 你应该呈现出地方首长 被监督的态度 通通没有 然后呢 问你要不要请假说 你能保证以后不离婚吗 这是对一国的回答 对 这是哪一国的回答 那离婚就是辞职吗 那你要不要保 辞一辞算 所以 我觉得刚才这个又齐问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治安经济是超越党派 今天联谦义是对新白市乱到高兴的 对啊 你没有三天 还有人堵桌子送去便宜去救救 那个宠物店只是因为跟联谦义合作 而且那个有打来打去去打联谦义 而且最好笑是你讲 在这个地方打来打去打了三天你还处理不完 追来追去哦 然后你没有 你如果是一个重视高雄的首长早上报纸一翻 欸 狗长啊 这是什么事啊 嗯 怎么处理的 对啊 最基本你要问嘛 你到底有没有在 电视新闻播那么大 你到底有没有在上班 你 然后他出来的讲话是 哎呀 我有好多心理的话想跟郭董讲 我在思想咧 你应该很多话跟高雄市民讲 你跟郭董讲什么啦 可是我要再补充一句话 其实这个联谦义这个事情 为什么你知道吗 哎 宪法里面明定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们要努力那么大 对不是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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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要选总统呢 你不用去考虑到宪法的东西吗 而且说对照侯友宜好了 大家记不记得 今年那个 丹水在做卷的时候呢 在大拜拜的时候 只有打群架而已 那个蛋嘴分局长马上就下台了 对对 侯友宜是什么主意的 引力案情啊 我把他收尾就是说 你去看民意 对 各家民调 韩国瑜输最多的已经是高雄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讲说 哎呀 你们这些党派议员 不要唱衰高雄啦 大家都说高雄 不对 是高雄市民 从国小毕业生 到模范老师园长 大家都知道你做不好 那个是跨党派的 你只怪说 民进党议员没有讲你好话 民进党议员是在野党 为什么要讲你好话 对那你拜托一下你跟国民党在立院党 说多说些好话吧 把监督当做是黑寒 把真正出的事情不去面对 所以你高雄当然成为重灾区 高雄跟台南跟贫囊是黏着火的嘛 没有还会躲到昏林啦 那是不是都要闪开来 那刚才说 他像恐龙决策慢 不对 恐龙是因为大 他是因为小所以决策慢 为什么小他的圈子小 他只信任少数的亲信 他只信任少数的亲信 他连一级主管晚上都不知道他在哪里过夜 刚才说 他像恐龙决策慢 不对 恐龙是因为大 他是因为小 所以决策慢 为什么小他的圈子小 他只信任少数的亲信 他连一级主管晚上都不知道他在哪里过夜 他连周边的人都不 我们国家从有县市长以来 你有看过哪个县市长下班要换车的 才敢回到睡觉的地方 然后晚上干什么没有人知道 消失二十个小时 王前又只敢讲说 他在南部 结果冰沟又说错了 他跑去北部 所以 一个对周边自己一级主管都不信任 决策圈子那么小 你反应太慢了 哇 不是过台湾不是要算 最后面要算了 我要叫上下勒 学位这不可信 这也不可信 我也下不算明天再说 就是这样来的嘛 所以 基本的责任不尽 我真的讲了 不管任何政党 你去黑 你去黑国台民没有意义 这个人能基本上个班 把班上好都上不好 人民是很 眼睛是很清楚的 那个跟党派无关 所以韩国瑜你就继续吧 你就继续这样做 因为还有113天 你继续当你的总统候选人 是不是对高雄的事 所有发生的事情 以及我本人 是不是有卡寒的感觉 我想全国的民众 眼睛是雪亮的 在六都破坏率 我们明明是排行第三 犯罪率比去年同期的减低 有必要这样子搞吗 你行政院八个部会 是不是通通要过 佐水溪来高雄进驻 下个礼拜 是不是教育部长要来进驻 再来交通部长要进驻 法务部长进驻 不客气的说 很容易让人感觉 这是一个政治操作 那以这个治安这个事件 我刚好好查一下 就是说韩国瑜到底 资于高雄市治安到底是什么 最明显的就是 他们首长要开治安汇报 就我查到了韩国瑜 他刚上任新冠上任 他绝对会大张旗鼓的 去出席治安汇报 2019年1月30号 而且春节马上又来了 所以他那时候第一次参加 高雄市政府的治安汇报 他那时候就讲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为什么我刚上任 怎么会有一连串街头暴力 以及斗殴事件 这会影响大家 对我们政府的信心 而且他还要求说 你们一定要将高雄市的犯罪 暴力跟治安事件降到最低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也看到这个报纸上 针对所谓的数字 有增值嘛 他说我没有啊 我都降低啦 就他们就说 好像第三名 对去年同期 或是今年1到8月 跟去年同期比较 他的刑案事件发生率 暴力犯罪发生率的降幅 远低于其他五都 意思就是说 其他五都降的比较多 他们这个略低于其他五都 那台湾就六都啊 就是他在垫底的 可是另外一个数据又是说 他的这个六都排名 第三的是什么 今年刑案发生率 那所以这个统计 这真的不要管 各说各话 看你要怎么比 是当月某一个月最差的 然后去跟去年同期比 还是说1到8月 还是说你干脆用个 等他任满一年平均值嘛 或者说怎么样比 我觉得学伟 这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等一下会跟我们讲 但是如果你上任1月 你就发现说 那时候就有街头暴力 跟斗殴 那这次事件也一样嘛 就是从斗殴演变成枪击警告 后来是杂电 而且连续性的 那你说这个事情 我到去韩国瑜常常讲说 你们媒体黑我啊 黑寒啊 而且还拿了黑钱黑的 这个还蛮押韵的 现在是真正的黑你寒 看你经不经了几考验 你说这么大的事件 在高雄又冲撞又枪支 然后又黑道 然后又去恩怨 然后在彼此这样 嘲涨不休的时候 治安事件这么凸显的 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治安事件 你说大家不用重视 一重视就是卡罕 那政部跟警政署都睡觉 他不能够派刑事局 的首长下去 以及折成高雄市政府的警察局 要注意吗 他不能睡觉嘛 不然你不要睡觉啊 你不要睡觉他就可以睡觉了 他第一时间被问到的时候是 快闪然后不回答 像今天 治安问题能不回答 那高雄市的问题 如果他1月就是 他也意识到说 那街头暴力跟这个 斗国事件怎么一连串这么多 那你看到现在已经9月了 怎么还有啊 而且这个事件 比你当初1月上任的时候 你发现的事件大很多吧 那你怎么那时候不选总统的时候 你星光燃热 哇三把火哇非常的积极 就说你们要帮我整肃啊 怎么你现在满口的政治语言 政治对立 在搞斗争呢 是别人要卡你呢 好就算是中央这样卡 因为这个症状是很大的 我不得不说 警政署长陈佳青亲自下令折承 而且还换了这个 有些那个首长的人士嘛 有什么不对雷律风行啊 那你作为一个高雄市的 治安首长的时候 你怎么面对 你不是发脾气 我下次换你 那你怎么处理 对 那这个还有就是世权 我刚才问一下学伟 你说市长 一发生 一面对这个治安 被人家检讨的时候 常常会往外推啊 说这个哪里是我 就是说我有时候警政署 我的警察局长 也不是我想要的 是中央派的啊 是警政署的全责啊 我们治安是 中央警政署的你的责任 下面可能会演发成 这个口水战耶 别人说那是你的责任 我没有责任 或是韩粉也会再度出草 那你那个苏贞昌 你那个徐国勇 你怎么样 你陈佳青怎么样 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那问题是说 事件这么明明白 摆在那边 你怎么处理 他8月还有去 开一次治安汇报 8月28号的时候 那某种程度 他也是再三强调 说外界用高标准 来检验我们嘛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他凡事跟这个治安 或是跟这个社会事件 扯商关系 他就花很多精力在反读嘛 他不是爆出一个52% 他搞错了嘛 那个连比例都搞错 所以我觉得围巾之计 这个迫在眼前的 像这个登革热也是类似 类似这种治安嘛 那我觉得你不处理好 那你再跟之前一样 跑去造势 或者说让人家感觉 心力不放在这边 那灰文不是第一个奖 我是在他初选快要 分出胜负之前 几次的政论节目 我就说他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 最好的做法就是你负责任 你把这个职务让出来 因为你现在都是 让这个李四川带嘛 李四川前几天拉肚子嘛 你没有李四川你怎么办 听说叶匡时是这个叶匡时 刚上任以来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叶匡时也是副市长 这个副市长要找那个韩国瑜 坐下来要跟他谈个事情 都没有办法耶 没机会耶 那公文事件我五月就报过了 那T台有做啊 就是李四川代为执行的 蛮多的嘛 那你虽然不是只有一件 只有几件而已嘛 但是大部分都是李四川在挑嘛 所以你这个事件 你不能喊喊话 或回避记者就结束了嘛 不然的话会影响政治生命的 以胡志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两个事件 一个是那个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大火事件 一个是翁起南事件 哇那个台湾真的是 那时候我跟东海 其他我们也在上节目啊 还带表演的咧 那从哪边那个 而且警察刚好在 在翁起南他们店里面打麻将耶 还有两个警员在里面啊 那所以这个事件还有大火事件 台中很奇怪就是很容易发生大火 但是有关系到你政府你的检查 切不切实际嘛 所以这个都是高雄市市长该做的 那所以呢你说你为了选总统 你把所有的焦点 你的心思跟你的看法 全部都放在别人要对付你 那你反问你怎么在对付 你怎么对付高雄市民呢 这不就是该你做的 而且你说如果做不好 观光客不会进来啊 而且民众不安心 他还喊了一个口号 我这边最后结论我也回给你韩国瑜了 你说安居乐业对不对 安居在前乐业在后 什么叫乐业 发大财 意思是说 你讲的正天尬 想的这个所谓的发大财 这是你的口号 这个是大家最熟知的 你还认为安居要摆在这个发大财前面 就是老百姓如果生活不安宁 街头每次都有这些东西 那你怎么交代呢